這宗案很緊要,到底將來怎樣才叫做藐視立法會,看這宗案 警方拘捕了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現在還在立法會裏面的 還有兩位已經離開了的,還有一個是議員助理 拘捕的原因是他們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即香港法例第382章 有些人即刻說這個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不是我們保障立法會議員嗎 為何反過來會用這條條例來拘捕立法會議員,要告立法會議員呢 這條條例當然它那個目的是要保障立法會議員履行他的職務 不受干擾,即是說他去開會,在開會期間說的話 甚至離開會議的時候不受任何的干擾 問題就是如果造成這些干擾的是一部分議員的時候 這些議員受不受這條條例制裁呢? 在這個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即是382章第17條呢 它是這樣說的,它說任何人,留意一下,任何人如果在立法會 或者立法會的委員會開會期間,如果它造成或者參加一些擾亂,使到這個會議的程序是要終止的話呢? 這個會議員在開會,如果一個議員造成一些擾亂,一些擾亂的行為,使到那個會議的議程要終止,那就犯了藐視罪了 還有第19條呢?說是干預立法會人員的罪行 那麼立法會人員包括呢?是議員,還有可能在那個立法會的這個會議廳裏面 有些人負負責保安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喔,那說什麼呢?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如果是襲擊或者妨礙或者干預這些立法會的人員,就犯了這條罪了 那麼兩條罪,剛才那個藐視罪和這個干預罪,都可以罰款去到一萬元,以及監禁十二個月的 那麼有些人就會說,喂,你看立法會的直播,經常都會有些議員做些事情出來,是令到那個會議真的要終止的喔,包括 譬如說,點人數啦,點人數,那個會議進程就要停了喔,那這些又算不算呢? 那麼這個呢,應該有一條很清楚的界限在這裡,哪些東西是按議事規則, 那個議員是可以做的,哪些東西即使違反了議事規則,都未去到現在這一條 即是三八二章講的這個藐視和干預這兩個罪行的 這件事呢,我相信是要靠法庭的裁決,建立一個案例,然後才知道了 那麼所以呢,這一次的中運,除非警察拘捕了人之後,律政司看過所有那些 證據,看過所有的案情就認為,是沒有足夠的理由要檢控,除非律政司決定不檢控 如果不是,這件事要拿去法庭審的話呢,這個是一個標誌性的一種案件 法院的裁決呢,是非常之重要,就決定將來哪些行為,即使是議員做,在一個會議廳裡面做 去到什麼的一條界線呢,就會觸犯了這個條例了,所以這一種案很重要 到底將來怎樣才叫做藐視立法會,怎樣才叫做干預立法會人員,看這一種案 現在就講一下藐視這個藐視,這個藐視,草花頭穿個茅字,這個字本來的解法呢 就是解細小微小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說個人,在一個社會裡面,或者在一個集體當中 是很渺小的意思,那就用這個字了,藐視,那藐視呢,就是看小人的意思 你對一個人,或者一件事,一個機構,沒有給他應有的那個尊重,重視,你就叫做藐視了 藐視法庭,是一個罪來的,藐視立法會,按照這個三法二章,都是一個罪行來的 藐視,藐視就是這個意思,藐視作為細小的意思呢,可以有其他的寫法 跟著這兩個字,有三點水的,沒有三點水的,一樣都是讀藐視,亦都可以解作細小的意思 亦都可以用來造成一個詞,藐視,所以藐視可以有三種不同的寫法 至於藐視呢,三點水這個廟,都可以用來造藐視的廟 沒有了三點水的,藐視都有這個詞,但要有少少不同 因為藐視邊的小,按照這個說文解字,原來的解法,就是小了一隻眼 或者一隻眼細一點,就像我這樣,這個藐視,如果你說藐視,就是單眼睛看東西 或者呢,跟另一個解法,這個藐視是很遠的意思 所以藐視,就是離遠看,這樣的意思 講開藐視,就提一下,起碼有十個字,都是讀藐視的 那這十個字,有些是常用,有些是比較少用 那麼,各自有不同的用法,但是呢,有些共通的地方 我剛才講了,藐視,可以有幾個寫法 又譬如呢,藐視,即是那個,機會沒有什麼 即是,哎呀,他選到,會不會選到,機會很藐視,藐視,可以有三點水 亦都可以沒有三點水,藐視,兩個寫法 譬如說,那個地方很荒蕪,即是,周圍都見不到人 我們有說的叫,廟無人煙,對不對 這個廟字呢,可以用兩個不同的廟字也可以 用木字頭一個日,這個廟也可以 用這個三點水這個廟也可以,廟無人煙 有句說話呢,叫做,言者遵遵,聽者廟廟,有沒有聽過 這個廟廟呢,也有兩種不同的寫法 還有三個水字,這個也是個廟字 望民生意,你看看,三個水,很多水,沒錯 一片安陽,水一大片很浩瀚,就用這個廟字,但又表示什麼呢 你一大片水當中,你那裡有一件東西,或者人浮在那裡,是不是很難找到呢 所以呢,有渺亡這個說法呢,也就是表示呢,很少,很難找到,或者幾乎見不到 有這個意思,也可以用這個廟字 還有,和字邊那個廟,大家知道,一分一廟的廟 木字邊那個廟,裡面有一個共通地方 木字邊的廟是指什麼呢 是指樹枝去到尾,去到尾尾,樹枝尖很細的地方 和字邊那個廟,本來是指那些穀物 那些穀物,面頭穀物出面的那些穀,其實都是表示很細的 和字邊那個廟,我們用來做這個道量行,或者是時分廟的那個廟 或者角度裡面那個廟,最細的單位 木字邊的廟,其實亦都是表示很細的意思 現在很多時候,就用來指,比如說月廟是指月底的意思 所以這些字,讀過廟字,其實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很有趣,都是和細小微小有關的